上一节呢我们讲了这个市净率估值法 这节课我们来讲市销率估值法 市销率估值法呢 它简单的理解的就是总市值除以最近四个季度的营业收入 也就相当于股价除以每股销售额 它的内涵呢是为了获得公司一块钱收入所需要付出的价格 市销率越低 那么公司呢会被低估 其实市销率跟我们第一节课讲的市盈率非常像 前者呢是用市值除以收入 而我们市盈率呢是用市值除以净利润 由于A股一直以来呢都有业绩为王的说法 大家都不太关心一家公司的收入有多少 只关心了今年赚了多少钱 有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盈利 至于它的营业收入有几十个亿几百个亿不重要 所以那些亏损的企业 别说投资价值连上市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A股近年来的IPO都要连续你三个财务年度 要盈利达到一个门槛三千万也好五千万一个亿也好 如果你亏损没有上市资格 但是呢现在随着科创版的开设 亏损的企业也可以上市 已经有了案例 有几家亏损公司已经可以上市 所以如果亏损的企业你用市盈率 这些东西是没法去计算它的 所以市销率估值法呢 会逐步的被大家所重视 因为它是看营业收入的 因为你有营业收入不代表你有利润 你可以去亏损亏钱的去经营 我们知道有些公司像一些京东啊 像阿里啊 像百度呀 爱奇艺呀 B站呀 对吧 这些他们刚上市之初都是亏损的 经过了很多年的经营才获得了利润 美股的亚马逊啊 这些都是这样 亚马逊亏损了几十年 最后呢 通过不断的经营 对吧 形成了一定的这个 互生核 那么最后呢 实现了稳定的引力 所以呢 市销率的估值法呢 它其实对于亏损的企业 有非常有效的这种判断 那么市销率的这个计算方法呢 其实也不难 我们看以浪潮信息为例啊 当日收盘市值385亿 2019年前三个季度收 总收入了380澳亿 第四个记录呢 133亿 由此可以计算出呢 浪潮信息 今年收盘家的市盈率 市销率啊 386除以 这个营业收入总额 是1.75 对吧 市销率是低于1的 很容易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个 在这个叫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F10上面 财务分析 它的这个 营业总收入 你可以看到 然后你可以轻松的算出市销率 这个在我们软件上也有 所以呢 市销率呢 它通常呢 是用来给具有成长性 却不赚钱 或者威力的行业来进行估值的 周期股 白马股都不太适合 因为周期股 白马股都是盈利的 那么成长股呢 有的时候呢 大部分情况下 为了前期呢 拓展市场 或者做更多的研发 所以它盈利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用市销率固值的优点呢 还在有一点 就是收入呢 不会像净利润那样 容易剧烈波动 收入作为其他数据的源头 更不容易被操纵 我们知道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啊 它可以去操纵 去操纵 今天不亏损 或者就盈利几十万几百万 它都不亏损 但是你的收入 对吧 几十亿跟几百亿 这个是很难去 你想去包装出来的 但是呢 市销率本身呢 也有缺陷 因为不同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 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还需要引入 净利润率指标来辅助 我们来判断 但是呢 它呢 其实真实性要比这个 这个净利润啊 这些来的要更真实一点 不容易被操纵 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市销率的计算公式呢 做一个简单的并行 市销率呢 它的总市值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然后把它去分解 分解 通过三部的分解 最后得出来呢 市盈率呢 等于市销率除以净利润率 也就是说呢 在市盈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市销率越低 那么净利润率也越低 对于新兴行业的公司来说 最重要的呢 它不是通过控制成本 提高利润率 而是尽可能的扩大营收 抢占市场份额 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理解不理解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 或者说呢 是前期需要扩大市场的领域 你不能去片面的想 我今天要盈利多少 哪怕亏损 尽可能的强占市场份额 这是这些公司要做的 最有名的一家公司 叫瑞幸咖啡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这家公司就是亏损 但是它在亏损 不断补贴的情况下呢 目前所开的连锁店门数呢 已经超过了星巴克 所以它的股价 我们可以看 在上市以后呢 瑞幸咖啡的股价 是出现了很大的涨幅的 我们更熟悉一点的京东 对吧 京东商城 那么前期呢也是亏损 现在可能这一两年有盈利 那么这几年崛起的拼多多 是吧 不断的去补贴 不断的亏损 为的呢 也是为了抢占份额 都是一个道理 你不能以市盈利亚的鞋 去计算它 它为了就是要增大营收 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那么的市销率 才会低啊 好 本捷克呢 就是关于市销率 来对股票经营估值的 全部内容 我们下一节课呢 会讲 自由现金流贴线法 对股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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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